从以前到现在最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建筑太成就了 已经跟不上外面的购买中心 这几年因为经济不景气 所以我们都是做稳的生意 都是等老顾客回来做的生意 其实二十多年前 我来这边的时候大概二十六年 这边已经不是那么旺了 已经开始算是比较没落 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 做久了就有一些好像好朋友啊 熟客啊 所以觉得还不错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做了第三代的客人 他来的时候才小学二年级 可是他现在回来了 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安逼了 我还记得十年前 他们陆续的离开 而当空电以后下来的电呢 就变成进入了一些新的组员 就是来了很多 美丽的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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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困难 让你活动 在其他地方 因为政府想要控制 美丽的监制 美丽的监制 像衣服 美丽的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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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应该是集团的 因此 为了让它更加适合 给客户 的竞争 可能你去 A-Shop 你会找到 美丽的监制 不符合 或可能 价格不符合 你可以去B-Shop 但一旦 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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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在这一刻 然后 之类挤楼人员 就生利 肯定会少 因为我们这种属于那种技术的 所以 比较不会受影响 看这种拮监店 现在你会在这些店链 你会找到 一些贸易 不可以在很多 certainly in Singapore in upscale shopping centers and this adds to color and diversity of our malls for example the old bakery downstairs run by a pioneer generation couple and then you have whole tailoring shops and then you can look at the feng shui men downstairs as well that's another interesting trade 有時你經常會看到 外面很多外國人 在東張西灣來看我的 他就說有什麼東西看 你說不好 我就在那边三十年了 今天是 该走的已经走了 该留下还没有留下来